而玉璃正有一名男子在社群网站 现实动态贴上了弹夹照片 引发了玉璃侦察队的关注 那么侦察队也就特别前往了 这名男子的住处搜索 竟然发现了弹夹子弹 还收出了武士刀三把 而嫌犯是变称弹夹是直敌 而武士刀是用来装饰公仔 而警方征讯之后 仍以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依送法办 一名男子在现实动态PO出弹夹照片 警方立刻前往这名男子的住处 搜索查获弹夹以及武士刀 男子称武士刀是用来装饰公仔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 在犯贤住处供查获弹夹一支 通姜条一条 子弹一颗及武士刀三把 全案一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将刘贤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至于武士刀的用途 刘姓嫌犯表示用来装饰在索隆公仔上面 警方细看三把刀蟹外观 虽然与动漫人物中的索隆配备相似 但是仍然设非法的持有刀蟹 全案一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没有抛现实动态啊 没有一个白铁弹夹的照片 是什么 那是垂直底那个吧 一律分局表示在扫黑速枪的专案期间 积极展现扫荡的决心 以守护安定公益的社会秩序 保障民众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